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她和瑞秋总是错过 菲比说了她的龙虾理论 人终其一生都想找到那只相爱的龙虾 与之同枕共度余生 现实中却有不少婚姻残缺终身到老的基因 日子过着过着就跑了神 比如以爱为始的中年女人 如果婚姻中的爱无以为保其长路路的中年女人 她们的爪子就可能伸出去牵起别的爪子浪漫了 回到初恋的怀抱 我才体验到激情荡漾的爱 黄女士38岁前职太太 结婚十几年 我早活成了老公的一台冰箱 全家的吃喝拉撒我一个人包干 每天从家到小区超市菜市场穿梭 老公一回家就随时召唤我 在老公的眼里 我就是一个保姆 不管付出再多 她都习以为常 格式化的生活和白开水一样 让我感受不到一丝的爱和激情 前两年中学同学聚会上偶遇初恋 勾起了我对青春的怀念 她一直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 见了她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狂热 很快就和她开始了约会 有一次趁老公工作 我和初恋约去看电影 看完一起喝咖啡 聊了很多读书时代的往事 聊得越多 就越觉得我和她才是真正适合的一对 她送我回家的路上亲了我一口 我浑身松麻 一头倒在她怀里亲热了起来 这种感觉超级美妙自己 仿佛又找回了初恋的味道 之后我一有空就找她约会 开房偷欢 品尝激情荡漾的爱情 我知道我对不起老公和孩子 但是女人不能没有爱的灌溉 一回到紫气沉沉的婚姻生活 我就宛如干枯的枝叶 只有和她在一起 我才像个鲜活的女人 可以重新感受到人间的春天 婚姻是一生的承诺 而爱是生命的语录 我喜欢徘徊于两个男人之间 享受鱼和寻掌兼得的幸福 她是婚姻坟墓上开的花 填补我的孤枕难眠 赵女士36岁 总裁助理 曾经我不相信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现在信了 婚后两年就发现和老公的性格严重不和 不管是买房买车 还是做饭烧菜 我俩十有八九都是一见相左 争吵不休 彼此在一地鸡毛中也越看越不顺眼 已经一年多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老公经常出差不回家 落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孤枕难眠 对我可以不管不问不关心 无信无爱的婚姻 过得真没情 公司的余总一直对我有好感 几次送礼物暗示我 因为他也有家事 我之前都婉言拒绝 上次过生日 打了很多电话给老公 他都说没时间回家陪我 我恼羞成怒约余总玩 他带我去酒吧K哥蹦迪 喝了很多酒 天亮醒来 发现和他睡在了一起 从那以后 余总对我更加关心被制 趁工作之余 找我玩了开房 和余总在一起很开心 感受到满满的爱 而且他比老公更懂我的喜乐和伤悲 即使我再多的疲惫和伤痛 只要去了他的臂弯 就能一一消减 他仿佛是一只从我婚姻坟墓上盛开的花 填补了我内心孤枕无眠的空洞 我爱他 他也愿意为了我离婚 我回到家 就怕面对和不来的老公 以及吵吵闹闹的琐碎事 余总劝我离婚和他在一起 有时我想很下心和老公离婚 和他在一起 而我不想让两个可爱的孩子 失去完整的家 所以继续着出轨偷情的生活 从抱负的快感中 我又重新找回受伤的自尊 曹女士42岁 财务 五年前老公出轨洗脚小姐 留在心中的阴影从未散去 我个性好强 表面上原谅老公和他重归于好 但一直不甘心被他背叛 每当想起他和小姐睡过觉 我就恨得咬牙切齿 觉得和小姐分享老公 自己好脏 自尊心严重受伤 念在老公曾经对我有恩 我忍耐着这份羞辱 勉强撑过了几年 只是心里始终感觉失衡 上次跟闺蜜去古浪语度假 闺蜜的表弟也一块同行 路上我不小心受凉感冒 吐了他一身 他不仅没责怪我 还很体贴地照顾我 我们在海边一起浪一起风 他拉着我的手跳舞 晚上还陪我聊心事 几年的闷气 一时间被海边的风 还有他的温柔之心 吹得烟消云散 我仿佛又回到了 二十几岁的时光 重拾了爱与被爱的感觉 回来以后 我俩心照不宣 一拍即合 开始偷情 每次和他上床 云雨激情 他鲜嫩的肌肤和动感十足的活力 给我带来了无限的能量 而且我还有种 对老公报复的快感 我受伤的自尊 也得到了治愈 不知道这段 和小鲜肉之间的不伦之恋 何时能结束 可现在 我喜欢这样的状态 也不觉得亏欠老公 或许 等我玩腻了 报复够了 我就回归家庭了 在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 曾经有一课是 料斋致意 里面说了一个故事 说一个屠夫婉归 发现身后有狼 为了活命 他就把担子里剩下的猪肉 都丢给狼 但最后发现 狼真正想要的是他的命 于是他就和狼斗智斗勇 最后杀死了狼 在当下的时代 狼这种动物 可能几乎已经绝技 最多你只能从动物园里看到 但是我们心中的狼 却一直都没有绝技 我们一生中 始终都要去做一个决定 是不断为狼吃肉 来换取自己的性命 还是转过身来与狼搏命 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你需要有勇气 有智慧和有毅力 才能做出后者的选择 我们的心中之狼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自己 种种的贬低 攻击和无法修复的痛苦 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 我不好 我不配 我不好 有人跟我说 老公对他好的时候 他觉得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而当老公对他不闻不问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是垃圾 最后我发现 他需要老公给他那么多爱 是因为他内心总有一个声音 你什么都不是 你糟糕透顶 我问他 这句话让他联想到什么 他说 联想到妈妈那双失望的眼神 他永远都无法达到妈妈的预期 他永远都无法想象 妈妈那么美 那么优秀 那么能干 他活着就是一个耻辱 我问他 你最想听到的是哪句话 第一 你太棒了 第二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爱你 他哭着说 是后面那句话 我说 从今天起 不要证明你是好的 记住 你无需证明你的价值 你生儿就是高贵的 你无论做了什么 你都是完好的 他说 听到你这句话 我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 后来的日子里 他一直不断咀嚼这句话 终于有一天 他发现 他内心的狼 离他越来越远 而他终于不需要证明 才明白自己的价值了 我不配 有人跟我说 当老公不断得寸进尺地 欺负他的时候 他不敢反击 他只能不断压抑 而有人给他一点点温暖的时候 他就全情投入 哪怕知道 对方只是贪图他的肉体 也不能停止 我让他觉察 内心之狼 他的回答是 如果别人对我有一点好 我就会加倍偿还 因为我觉得 我不配 我说 为什么你不配 他大哭说 因为他的出生只是偶然 因为他的出生 他妈妈得了一场大病 从此 家里就没有主心骨 爸爸更是甩手掌柜 很多时候都要靠妈妈拖着病体去挣钱 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 如果没有生了你 我起码还可以重新开始 每个觉得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的孩子 长大以后 就会变成一个自虐的人 他们会因为自己获得的一点温暖 而惩罚自己 因为他们注定要用悲剧来偿还父母的痛苦 我说 记住 生而为人 你不欠任何人 因为你是上帝的创造 你属于全人类 你值得拥有一切人类的爱 你的妈妈的一生 有她的姻缘 而你则负责活出你妈妈一生未尽的心愿 她听了 痛哭不已 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些话 我说 听了什么感觉 她说 听了以后 好像真正原谅了自己 好像从跪在地上的位置上 站了起来 直立行走了 我的人生 好像第一次 有了希望 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起码一次机会 改变自己的命运 去制服内心的那匹狼 去真正拥有自己的命运 选择自己的幸福 可悲的是 从未有人让他停下来 教他学会那句魔咒 去让自己成为土狼者 去爱自己 希望我们能帮助你 完成这个转身 走出你的黑森林 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 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同时为了更好的 和粉丝互动交流 我们在脸书也创建了公共主页 点击影片剪接下方的链接 订阅即可 每篇主张阿豪 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 阿豪军力有限 会优先处理脸书的超级粉丝 期待与您在脸书相遇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